美国总统拜登8月24日宣布,年收入12万5千美元以下,击欠学生贷款的人可减免学贷最高1万美元。 据联邦预算委员会称,该项联邦学生贷款豁免计划将在未来10年花费美国纳税人4400亿至6000亿美元。 联邦预算委员会确定了大约5000亿美元的中央预算。 全国纳税人联盟联邦政策部主任老兹认为,这个政策转移社会财富到借钱上大学的人身上,对消费者会有影响,对纳税人也会有影响。 他估计,每位纳税人平均要负担2000美元,且无助改善高等教育昂贵的问题。 美国前财长萨莫斯认为,拜登的计划将导致美国已经创纪录的高通胀变得更加剧烈。 然而,拜登将该计划视为履行期取消1万美元学生债务的竞选承诺。 民主党最初表示,白宫无权单方面取消债务,总统必须通过国会。 加州8月25日将批准一项新措施,即在2035年前全面禁止销售燃油驱动汽车。 这一举措将提高加州电动汽车的销售量,也令加州成为全美首个宣布禁止销售燃油车的州。 州政府表示,燃油车是导致气候变暖和排放其他空气污染物的主要原因。 加州空气资源委员会将规定,2035年起,贩售的所有新车不得排放温室气体,并订定过渡目标。 包括2026年起,35%新房车需达到零碳排放,2030年再调高至68%。 加州不仅是美国最大汽车市场,其他16州通常也常以加州马首是瞻,跟进加州汽车碳排放标准。 美国一联邦陪审团8月24日对科比坠机遗体照片泄露一案做出裁决。 裁定洛杉矶县治安官和消防部门对科比的妻子瓦尼莎和另一名坠机遇难者家属克里斯托弗·切斯特的宪法权利负有责任。 并采定赔偿3100万美元。 在飞机失事之后,洛杉矶当地的警员和消贩员分享了科比和切斯特家人的遗体照片。 马尼莎和切斯特认为这严重侵犯了其家人的隐私权,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精神折磨。 尽管洛杉矶县政府声称全部照片都已被销毁,但家属们都对于照片可能会泄露而表示恐惧。 8月24日晚,强风暴造成的山洪冲毁了加州和亚利桑那州交界附近的10号洲际公路东行车道。 加州高速公路巡警调度员沙朗利斯说,有关部门接到报告称,有7辆牵引拖车被掀翻,1人受伤。 洪水导致高速公路东行方向在121英里标记处关闭,关闭处位于沙漠中心以东约16英里,直至另行通知。 周三晚上,西行车道仍然开放,但交通缓慢。 中国海关总署8月25日宣布,将于8月31日临时启用第900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健康声明卡, 其中取消了对出入境人员核酸检测信息、既往感染情况、疫苗接种日期的审报要求。 同时,对以往出入境人员容易产生疑问的项目进行了完善或调整,更利于出入境人员理解和填写。 并增加了在线确定采样知情同意书的功能,更加方便进出境旅客简化现场简易流程。 抓换 这款简易穿 Setag 记住 这样 落实 稿